要教的都是理論 可是社福工作面對到的是 各式各樣有困難的人 我相信這些都是課本裡面學不到的 大愛劇場新戲長盤決勝 描述護理師鄧淑青 中年轉換跑道當社福人員的故事 主角本人分享自己的心路歷程 他認為工作內容雖然變了 但助人的善念卻一直都在 醫療是在解除憑病痛苦 解除他的病痛 那社會工作它是更需要的 就是讓他能夠振作得更好 改善了他的身體之外 能夠從生活 從家庭 都全面都可以照顧來的 劇中有婆媳關係問題 親人的生離死別等等 幾乎是許多人都有過的經歷 這樣一位平凡的女性 卻有著不平凡的志向 我覺得把幫助別人當成是一種習慣吧 他在幫助別人這件事情對他來講 是一個從小到大就很理所當然的事情 所以對他來說這件事並沒有什麼困難處 或是他覺得做這件事情是很 他與生俱來的 女主角一路要從鄧淑青的少女時代 演到為人母 中間有多次心境轉換 製作團隊也用心設計不少彩蛋 為了讓大家即使是大家蠻熟悉的 這個人生光明面 或者找到自己人生方向的故事 我們也要用比較不同的手法去呈現 所以在這次的長盤決勝 其實我們用了大量的所謂的動畫 來做銜接 所以保證讓大家耳目一新 長盤決勝取自網球名詞 貫穿全聚 這樣的精神不只適合用在運動場上 更是值得大家學習的人生態度 大家先往黃一杰吳博勳台北報導